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刚果近期治安状况恶劣 根据中国驻刚果使馆的证实 有两名中国公民在一场枪击事件中死亡 详细情形待会为您说明 还有近期中国官媒央视专题报导台湾间谍案件 现在也有消息指出大连的大学生被台湾情报单位来策反 目的是要在军工企业来安插钉子吗 另外假新闻的事件频传 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疑似成为剑拔吗 一起来关心 新闻一开始现在关心原本只受新闻界所关注的中国新闻奖 因为获奖作品全都聚焦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引发关注 根据法广的报道指出 有关习近平新闻思想的说法 已经悄悄的变为习近平新闻舆论重要的论述了 中国记者协会公告的预计颁奖作品当中 五个特别奖由三大官媒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以及旗下网站来瓜分 全部是宣传习近平思想成就 或者是相关党代会以及人大会的报道 而与习近平相关的文字电视摄影等等内容 更是一举拿下14个奖项 因此就有记者调侃说 应该向习大大来颁发特别奖 是他催生了众多一等奖新闻 发光引述苹果日报文章分析 习近平新闻思想降格为习近平新闻舆论重要论述的时候表示 仍然为习近平思想的四个分支 包含习近平外交思想 习近平强军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新闻思想之所以被降格 据称与习近平团队写入中共党章与宪法的习近平思想的框架划分有关系 报道引述数名李平的分析指出 虽然有习近平团队认为传媒信党的论述尚待完善 但是新闻界呢 多认为更主要是因为对于记者为无冕之王的观念排斥 既然传媒信党只能尽宣传吹捧之责 何来第四权何来无冕之王 何况在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的限制之外 习近平已经铺平终身为帝之路 岂容无冕之王的思想影响习思想的光辉呢 好接着来关心社会案件 有两名中国人在刚果首都遭到枪击身亡 由于近日刚果治安状况非常恶劣 也提醒民众出门在外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中国驻刚果大使馆16日发布消息指出 首都布拉柴维尔近日接连发生恶性治安事件 两名中国公民在一场枪击事件中丧生 当地时间9月14日至15日夜间 一辆开往首都的汽车在布拉柴维尔以北 约70公里处遭到枪击 车伤人员3人死亡1人受伤 其中两名死者为中国公民 就职于某木业公司 警方表示凶手的身份以及作案动机 还要在调查目前已经立案调查了 此外呢15日也有一名中国企业员工 在市区遭到暴徒持枪抢劫 案件发生之后 中国大使馆第一时间会同刚果内政部 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相关官员展开调查 并且将继续加大交涉力度 敦促刚方尽快破案 弃拿凶手采取切实的措施 保护中国企业以及侨民生命财产安全 鉴于近日治安形势不佳 中国使馆也特别发布 有效期占定为3个月的安全提醒 请在刚果的企业以及民众 务必注意自身的安全 并且表示如果遇到紧急状况 要及时的报警 而且跟大使馆来联系 好 继续来关注两岸间谍的事件 就在中国央视接点两天 公布部分台湾间谍案之后 大连半岛城报今天也报导一起大学生 遭到台湾情报机关的策反 用意呢就是要在重要的军工企业 来安插定子 2016年底 大连某大学的理性学生 为了找寻兼职 无意间成为台谍情报员 根据报导说 为了赚取报酬 李某某在台谍的指使之下 通过到学校图书馆 借阅图书等等方式 搜集到的相关资料 使用手机拍照之后发给对方 台谍还要求李某某 想方设法搜集内部设密的期刊 并且引荐部队 以及造船等等方面的人员 达到长期的目的 台谍更引导理性学生毕业之后 到发展潜力较大的军工企业来应征 并且承诺如果毕业之后 进入军工企业 双方可以进行更好的合作 而当李某某与沈阳某大型 设密军工企业签订了 就业协议书之后 台谍也许诺带李某某入职之后 每个月会给予不低于工资的高额报酬 一心期待赚大钱的李某某 最终等来的却是国家安全机关 对他的审查 根据报导指出 近年来台湾间谍情报机关 以网络为主要的渠道 采取关口前移的方式 在中国重点的院校物色 策反发展在校的大学生 并且立足长远 引导指挥被策反人员 向中国重要军工领域来钻研 如果不及时采取破案措施 势必会对中国核心利益 造成极大的危害 报导认为间谍无所不在 安全保密意识 一刻也不能够松懈 另外来关心 中国传出报导假新闻 导致台湾外交官苏启成自杀 现在又有消息指出 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 似乎也遭到中国扭曲制造假新闻画面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谢长廷在脸书上贴出一张图片 图中他受访的回应被篡改成为 就算大阪办事处都死光了 我也不辞职 谢长廷痛批 这根本是企图逼人自死的行为 现在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假图的字体是简体字系统内建字体 改图的人可能来自中国 关西机场旧灾风波一直有假新闻出现 像是中国大使馆派车接送受困的旅客 台湾人只要承认是中国人就能够上车 事实上这些都是日本统一救援 是假新闻 那么现在谢长廷也成为剑拔了 他谈论机子电厂的画面 被移花接木篡改为 就算大阪办事处都死光了 我也不辞职 还被用来带风向 骂他竟然还讲这种无耻的话 网友狸猫上师分析就指出 假新闻图片字形暗藏玄机 在台湾电脑内建字体呢 应该是新性命体或者是标凯体 经过比对之后 发现假新闻照的板死词三个字 长得不一样 是使用中国简体字作业系统的 预设繁体字字形样式 因此研判恶意修途者 很有可能是来自中国情治单位 或者是受雇于政府的组织 好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中国简报 简报的一开始 带您来看美中贸易纠纷的后续消息 香港经济日报 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指出 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 公布新一轮的关税措施 打算向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来开征关税 不过北京当局 似乎并没有要退让的意思 有川言指出 中国官员向领导高层建议 要把贸易争端升级到一个新的水平 回进报复方案 除了副总理刘鹤 可能不会参加美方主动邀约的贸易谈判之外 还要限制出售材料与设备给美国制造商 假使中国付诸行动 预料苹果公司iPhone的生产将会受到影响 而且这项限制 恐怕也会适用在中国组装的iPhone 接下来来带您关心中国的经济消息 中央社的报导指出 不久前财经专门作家吴小平 刊出一篇私营经济初步完成阶段重热的文章 引发广大的争议 昨天有财经官员出来说话了 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杨伟明 在演讲的时候提到 国企改革以及农村土地改革的关键 在于完善产权制度改革 不必过度纠结在所有权上面 他认为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着手 像是科技创新产权 农村土地产权 自然资源产权 国有企业产权 以及民营企业产权 这才是新时代经济改革的方向 再来带您来看到马云退休的消息 虽然他表示自己最想从事的是教育 但是外界对于隐退原因还是议论纷纷 自由时报引述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 中国异议人士杨建立分析 马云的背后是江泽民 现在江派势力与习近平发生碰撞 马云夹在中间非常为难 随着江派势力不配看好 马云不免会沦为这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此外去年南华早报 曾经揭发栗战书的家族涉滩 得罪了身为习近平左右手的栗战书 尽管报道很快就被删除了 同时还向读者道歉 不过杨建立认为 拥有南华早报的马云 还是触碰太多政治了 让自己陷入危险边缘 接下来带您来看贸易战越演越烈 高科技产业是美国瞄准施压的目标之一 就是希望中国不会在这方面 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指出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在上海来举行 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 在演讲的时候就提到 中国以及美国在互联网科技产业 以及人工智能领域 都有很强大的互补性 即使互相竞争的话 也像是一场奥林匹克竞赛 通过你追我赶 协同创新 共同把人类带到新的极限 他强调 人工智能正在形成 新的全球产业链 从技术研发到实际运用 美国拥有先进的科技 再加上中国丰富的应用场景 双方可以收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节目的最后带你来看到两岸的消息 最近中国不只是大力推广台湾居民居住证 有多么便利 同时也抨击间谍渗透的问题 分不清对台究竟是善意还是对立 联合报的报导指出 台湾的两岸政策协会 与台湾世代基金会 最近进行民意调查 访问超过1000位的民众 针对台胞居住证的看法 调查结果显示 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 担心会有隐私外泄的风险 并且认为台湾民众 在对岸申领的时候 应该向台湾当局来申报 或者是由当局管制 另外关于是否要对 中国对台措施可能的影响 拟定保护措施 或者是审查机制 更获得7成5左右的民众支持 好谢谢您收看 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明镜新logo设计大赛开始 千元美金大奖等你来 自90年代初问世 明镜媒体集团已走过数十个年头 为接轨当代美学元素 体现新媒体再提需求 集团即将对下属新闻网站 和相应的APP进行系列改版活动 即日起 明镜集团将推出明镜新logo 设计征集活动 在此我们诚邀各位旧与新知 踊跃参加 此项活动将以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由明镜网友全程参与 明镜集团新logo评选的决策过程 经由网友和专家评议产生的优胜者 将获得相应的回馈奖励 明镜希望打造一个 立足服务海外华人 且具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媒体 坚守独立自由的新闻原则 并致力为网友提供 真实可信的资讯服务 此外 未来的媒体空间将打破受众 作为信息被动消费者的 传统新闻模式 在精心设计的价值体系支撑下 网友将切实参与 优质内容生产和创意建设 共同打造独立 责任 价值 三要素良性循环的 全新媒体生态 设计的理念作品 应充分展现如下特色属性 媒体定位 立足中文语境 放眼全球事物 核心服务 独立自由 真实透明的综合性资讯 信息生态 已有品味的内容创作 和优质观点交锋为基础 鼓励媒体 个人 机构 共同参与 协力建设 分享共力 综合评分最高的作品 创作者将获赠 10万枚火拍币 获美金1000元 二选一 网友票选环节 得票率最高的 五个作品创作者 将获得人气奖 各赠5000枚火拍币 获美金50元 二选一 所有成功提交作品的 参赛选手 均可获得1000枚火拍币 所有参加投票活动的网友 均可获100枚火拍币 更多参赛需知 评选办法和奖项设定的信息 和有关事项 请登陆logo.明镜news.com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 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 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 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 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 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 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 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活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载明镜与点点栏目